因为路弯车祸频传来看到台中市后里区的郡寮路是通往东市和卓南的捷径 车流量很大不过先前路段呈现S型弯道 加上为了绕过公墓根本没办法看清楚对象来车发生的多起死亡车祸 市议员王朝昆就争取道路捷弯取直目前已经是完工了 一整片新颇好的博游路面能清楚的看到对象是否有来车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大片墓地 后里区尊寮路因先前路弯公墓遮挡视线 酿成多起的车祸 因为原有的道路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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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挡到弯道的视线 所以常常在我前面大概这个角落地方蛮常车祸的 后来是因为路小游有一次车祸造成里民伤亡 尊寮路贯穿人里里连接安民产业道路 是通往东市区明镇里与卓兰地区捷径 假日车潮多但先前是S型弯道 加上会经过后里第一公墓 为了绕过墓区根本无法看到来车 虽然当地居民已熟知路况要放慢速度 但外来游客车速过快导致曾经发生过死亡车祸 堪称寸寮路最危险路段 从23年前就说好要改善 一直都没下文在市议员王朝昆针取下今年终于动工 花费约1500万师座捷腕取直工程 140座公墓也一并迁移 在这个政策我们的里长已经期待20多年的时间 都希望这个危险这个大元都可以来改善 这一次是真的 他们的这个愿望跟期待都很像是说 这一次不是随便讲讲 就是说这条马路终于 这条舍腕起直的大路终于能够在今年来完成 工程在12月初已经完工 有了市县家的道路 用路人就不用再胆战心惊 而一旁空下来的腹地 李明也盼能够作为停车场 一节找不到车柜的困扰 这条马路终于能够作为停车场 这条马路终于能够作为停车场